随着哈里斯与特朗普电视辩论的结束 美国大选的热度又一次被推向了高潮 尤其是绝对的当红巨星 Tiler Swift的战鞭 以及马斯克与其互动的推波助澜 更是让两个月后的美国大选 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度 美国总务管理局GSA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周三下午2点 已有33万7826名访问者 通过Tiler的自定义链接访问选民信息网站 Vote.gov 这距离他表态支持哈里斯还不到24小时 当然Vote.gov提供有关投票权 要求和登记的详细信息 但不直接登记选民 所以这些人并非都会与他们的偶像一样 将选票投给哈里斯 并且大家知道吗 实际上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 尽管大约有2.4亿人有资格 在今年的美国选举中投下神圣的选票 但只有相对少数的人 才能有机会决定谁能入主白宫 成为下一任总统 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大选的政治专家认为 全美50个州中的摇摆州 才能决定卡马拉哈里斯代表的民主党 或唐纳德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获胜 他们包括亚里桑那州 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 北卡罗兰纳州 宾西法尼亚州 和威斯康辛州 很显然 哈里斯与特朗普也懂得这个道理 双方都在竞选活动中全力以赴 试图争取这些摇摆州的选民 那现如今战况如何呢 今天咱们就分为两期节目 为大家详细总结一下 这7个横跨美国的兵家必争之地 2020年 民主党在被称为大峡谷州的亚里桑那州支持下获得了总统的职位 该州是自1990年代以来 首次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以微弱优势胜出 这个州与墨西哥接壤数百英里 导致其成为全国移民状况辩论的焦点 边境移民的数量在近月 已从有记录的高位下降 这个问题已成为选民观众的焦点 特朗普多次攻击卡马拉哈里斯 在移民问题上的过往记录 由于卡马拉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接获总统拜登指派其去处理及解决边境危机 在这个问题上 他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特朗普还承诺 如果他重新当选总统 将会进行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另外 亚里桑那州的共和党人还试图恢复一项 160年前通过近乎全面禁止堕胎的法案 引起激烈的争论 最终惨遭参议院投票 废除该项禁令 自2022年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世纪前 罗素韦德案中 做出的堕胎合法化裁决以来 这个议题迅速在全国范围蔓延 乔治亚州在本次大选中最具戏剧性以及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目前正面临四项刑事起诉 当中一项有关涉嫌干预选举结果的案件 将会在乔治亚州的富尔顿县高等法院进行 四项起诉中 其中一项已被定罪 其他案件仍在进行中 他和另外18人被指控密谋推翻 他在该州以微弱劣势输给拜登的结果 特朗普否认所有指控 而且这个案件 看来越来越不可能在被选举前提上法庭审讯 除此之外 乔治亚州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为非裔美国人 这是美国其中一个黑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州份 相信这样的人口结构 在拜登于2020年胜出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尽管有报道指美国的黑人选民对拜登感到失望 但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有望能够激发黑人选民的热情 最终该州在本次大选中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过去的两次选举中 又名大湖州的密歇根州 都选择了获得胜利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在2020年 密歇根州的选民支持了拜登 但拜登在加沙战争中 亲以色列的立场 面临该州选民强烈的反对 今年2月 在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初选中 超过10万名选民在选调上填了不表态的选项 这是希望美国政府 停止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行动者 所发起的活动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密歇根州拥有全国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比例 在这个群体当中 拜登的支持者正在遭受重创 然而卡马拉哈里斯 对以色列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一些加沙抗议者曾告诉媒体 他们希望他能对更加同情他们的诉求 特朗普强调了密歇根州对他朝向潜在胜利道路上的重要性 在评论中东事件时 他呼吁以色列完成在加沙对于哈马斯的行动 但认为应该快点结束 好了 今天咱们先说这三个州 下期节目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剩下的四个州 虽然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以及密歇根州 更具有摇摆性 但剩下的四个州 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来说 也不容有失 这四州的战况如何呢 让我们下期节目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